嘉義有一間診所的黃信負責醫師 十一年來 趁著民眾打公費流感疫苗 或是看診時 涉嫌倒刷健保卡 虛報慢性處方簽等方式 來詐領健保費用 高達一億多元 在藉由親友的名義 購買金融保險商品來洗錢 今天被地檢署起訴 並請求從重量刑 戴眼鏡穿著醫師袍的醫師 跟上門搜索的檢警交涉 嘉義這間診所的 負責人黃信醫師 從二零一零年起 利用民眾打公費流感疫苗 或看診時 倒刷健保卡 虛報就診記錄 或慢性處方簽 十一年多下來 詐領的健保費高達一億 一百七十四萬多元 由於黃信醫師八月 被檢警查獲後 至今還沒跟健保署和解 歸還詐領費用 十五號地檢署 癥結起訴 向法院請求 從重量刑 而診所詐寶案件層出不窮 大多是診所不實申報 二零二零年嘉義 曾有眼科診所 利用其他醫師掛名或貢刀 規避白內障手術 每個醫師 每月不可超過四十例的給付限制 而高雄也有診所以刷健保卡 可換保健食品等方式 說服民眾交出健保卡 讓診所藉此申報 不實醫療費用 健保署提醒民眾可在手機下載健保快通 從App查詢自己的健康存折 確認有沒有被虛報 除了查就醫歷程 也可從用藥記錄確認 診所有無胡亂虛報 未使用的藥物 另外去看診時 明明特定藥物近期沒領過 卻被提醒有領藥記錄 這都是被盜刷的跡象 提醒民眾隨時可向健保署檢舉查證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嘉義報導